那我就先從肺癌的角度來跟大家解釋一下 我們剛剛有提到肺癌現在是全台灣癌症裡面 花費最多 五年之內成長了一倍 從110幾億到220幾億 那我們的健保其實不可能這樣無限制的成長 但是對於肺癌 因為它新的藥物一直在出來 新的治療一直在出來 那我們的肺癌早期大家可能有聽過像我們的陳定然部長 那他得到肺癌之後他其實很快就離開了 那個時候其實沒有什麼好的治療 但是現在肺癌很不一樣 因為新的治療一直在出來 譬如說我們現在講的 在健保200多億裡面的肺癌支出 其中光是藥物就佔了一半以上55% 所以大家會知道 如果你能夠早期診斷肺癌把它 譬如說手術治療局部治療 你再來只是要追蹤 一年就追蹤兩次電腦斷層 可能還花不到一萬塊 可是如果你是第四期 你用標靶或者是免疫治療或者是化學治療 那一年可能一個人就要花健保超過一百萬 活越久其實是會花費越多 而且這一類的治療只有控制沒有根治 沒有根治的意思就是說 你第一代的標靶吃完了還有第二代出來 第二代吃完了抗壓性還有第三代 我就是很佩服這些 問題是這些都是歐美的廠商大藥廠 不是我們台灣做得出來 所以我們台灣其實是花了很多 我們健保的資源 再買國外的藥物 那當然這是國人的健康我們一定要花費 但是所以我們一直就跟我們友皇兄 一直在推廣的就是 我們最重要的是要有預防跟篩檢的概念 把第四期變成第一期 這樣子你才能夠減少健保的花費 這個是第一點 還有第二點 我們其實也要提醒我們所有的民眾 醫生現在我們所有的醫療團體 需要希望能夠提高健保的一個財源 不是說因為我們需要大家要多賺一點 醫療要多賺一點醫生要多賺一點 其實在是我們人口的老化 對 因為這個癌症就是老人病 對 所以我們大概預估大概最近五到十年之內 未來所有的台灣人裡面大概有五六十% 你就是會有癌症 對 那所以這個就是一個老人病 老人就是需要更多的醫療來支出 所以我們也都知道說政府雖然很努力 但是我們總是大家得了癌症 你就是要有新的藥物 那另外尤其現在又要要求說要做精準的治療 所以我們大家也知道我們的健保署 師兄長署長也是好朋友 他現在又通過了一個叫做次世代基因檢測 這個目的就是說我們的癌症到底要用什麼藥 現在肺癌的藥物我也出了一本叫肺癌用藥 第一版出版之後才不到一年馬上就要第二版 為什麼 因為增加了十幾個藥 所以全世界官語費一直新的藥出來 那你這幾十種用藥當中你要精準要去找到它的標靶 就是要做基因檢測 所以這個基因檢測也要花錢 然後用了這個藥物之後 用了以後又抗藥性 又要再做新的基因檢測去找什麼 所以它就又變成一個不停止的循環 所以在所有的醫療裡面 我覺得未來的癌症的治療一定會是我們健保 非常重大的一個負擔 大家要有心理準備 對大家可能要有心理準備 那的確在我們台灣 大家金學兄也在講說 我們台灣現在經濟有多好啊 每年這個指數這麼高 但是我們相對而言健保 我們的GDP 投資在健保上面的錢實在太少 我必須要說這個就不是只有花錢而已 這個叫投資 因為你一定要投資去做好的藥物 然後要好的篩檢 要做好的醫療 我們的國民才有辦法有好的生活品質 好 我想這個金周刊這麼多年 不斷的在提倡 在給大家提醒 在醫療的防治上 尤其對肺癌的防治 金周刊其實不以一利 今天請梁花信人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很多人都問我說 那金周刊這個財經雜誌 為什麼關心肺癌的問題 我說肺癌的問題是一個經濟問題 因為一年死亡人數 前年是2022是死了10053 1053人 這些都是社會精英 都是國家經濟發展的 這個中流砥柱 重要的支柱 再來我們一年要花225億的健保支柱 所以它肺癌的防治是一個經濟問題 那這個表示 桃園市政府呢 除了國建署的計劃以外 它也做了擴大的 那擴大的話 研究起來大概有1000個大概有4個就是會肺癌 那有肺癌來篩檢出來 那大部分9成 只要篩檢出來9成都是第一期 第0期 那這樣它的治癒力就很高 也可以減少健保支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政府要去 國建署應該把這個篩檢的部分 應該擴大 人中期醫生 我們這個做10倍的存活力 如果你是肺癌來第一期 剛才講2017年是5年存活力第一期93% 第四期只有11% 大概差了10倍 所以你如何提高自己的存活率 就一定要做健康檢查 這是一定要做的 因為你越來越年紀越大 那當然你就會老化 那當然如果從健保來講 其實健保 我總結就一個看法 健保是台灣實施的快30年的制度 所以已經累積了很多問題 包括你要你的點值太低 那我們的整個國民所得裡面 醫療支出過去都銀韓國很多 現在國際平均18.8 我們才6點多 跟國際比較還是差很遠 那當然包括我們的 罕見疾病的納保 時不時不要用健保去處理 用國健署的社會福利去支出 我覺得全民健保是一個 大家要關切的問題 但沒有簡單的答案 一個一二十年的問題 是沒有簡單的答案 那另外剛才最後我要講說 我現在每天拉計程車的時候 我就叫提醒問計程師 你有沒有抽菸你幾歲 如果他有抽菸又超過50歲 大部分今天是這檔線 我就鼓勵他去做檢檢 去做low dose CT 因為國健署有這個服務 但一般人不知道 所以我希望今天看老師 這個我們這個數值台灣的朋友 都能夠讓自己的家人 儘快地去做這個檢查 那再來如果你碰到 該做的人 他不知道國健署的 對於國民健康照顧的政策 那我們應該一起來推動 希望大家都能更健康